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参与TOLGO读书会 然后今天的话是我们这个TOLGO读书会第一期的一个完结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是从5月25号 然后到今天7月25号整整两个月 那今天的话就先由我带着大家 然后来进行一些总结 在后面的一些环节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一些总结 或者一些想要跟大家讨论 或者说想要相互交流的一些内容 然后在开始的话会大概有几个方面 就有个大纲吧 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感谢的话 其实 还是先回到 第二部分是TOLGO读书会的一些数据 可能我这边有去简单去对了一下 所以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你觉得一些还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数据的话 也可以直接语音 然后发出来 就是直接语音说就好了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记上去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这边的一些转型 我的话就主要是说我参与这个 这个专栏的可惜 我参与这个专栏的可惜 我参与这个 我参与这个 我参与这个专栏的 我参与这个专栏的 我就先进一下 好 我们进去 继续 第四部分呢 就是组织的一个总结 组织的话就 主委会嘛 虽然说我们没有组委会 但是就相当于是我 我在组织呢 我对组织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的一些 总结或者一些觉得还可以改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嘛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吐槽 来把我们这个组织会做的更加好 好吧 然后第五部分就是奖项 我这边之前在群里面也有说大概是这几个 可能这个的话 有一些人会有意见 或者有意见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去明确出来这个奖项 但是这个也是我这边做的不够 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我在想的话 因为大家都是很不容易嘛 坚持下来 然后也有一些不错的 所以后面在中途增加了这样一个奖项 如果说啊 如果说就是有参与的人 然后你觉得说我不希望 对吧 我的押金不希望拿来给这种 就是被扣除的押金 不希望被这个分的话 那你也可以提出来 那你的那一部分的话 可以的后续再跟这个什么 我们第三部分 按照原来的规则的话 就是剩余的奖金 就是那个扣的押金的剩余的奖金 然后跟所有有资格的人去评分嘛 那这一块有意义的话就单独找我去沟通 反正我不会说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给你 或者怎么样 只要你按照最开始的规则 你达到了都OK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开始的规则 你都没有按照那个规则去做 然后你又不希望去扣 或者你不希望去分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去再沟通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说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让大家 或者让我们对这个图书会怎么样 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钱 就真正大家觉得说对吧 我确实没有做到 然后我要把这个惩罚的奖金分给更有价值的人 如果你认同的话 OK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认同OK 那只是你不认同 其他人认同 那我们这件事情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简单做一下简单说明吧 主要就是三个奖项 第一个是最佳笔记贡献奖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分享嘉宾 然后分享嘉宾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你这一系列下来 你觉得非常有收获 然后你也想跟其他的人去分享 那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透构组织会 就是第一期的学员里面 比方我们第一期就六七个人 你不想 我也不想说就这么局限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对外分享 是面向更多的人的 而且这个分享的话也是对外公开的 可能后续的话也会提供那个视频的回看的 你愿意去站出来去分享的话 那我们这一次第一期的话是提供 我这边预计的话是提供五个名 就可以对外去分享 那五个的话肯定 专栏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你分享的方方面面不能是很雷同的 那肯定就没办法 肯定要折忧去选取嘛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期间 然后你可以去报名 然后到最终我们去投票的 跟这个最佳比记也是一样的去投票 然后我这边会大概看到有一些是觉得可以去对外分享 然后一个提名到时候你们可以去补充 个人可以自建 然后也可以推荐好吧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剩余的部分 然后去做评分 我后面会在PP中会有大概的计算 好吧 我们下一部分 我看这个是谁画的 请勉强一下 好 就是感谢吧 第一个就是感谢每一位参与的人 特别是可能今天也没有来的那些小伙伴 虽然说你们没有来 但是我也希望去感谢你们 因为你们的话是从一开始我去发起这个活动 然后你们都 其实很多人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吧 就基本什么都没问 然后直接就发一个红包 或者转个账 直接就给我 然后什么都没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对我这个个人非常的信任 我非常感谢这些小伙伴 特别是你们去信任我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的一些 分享还有就是一些大家在技术方面的一些讨论交流 或者说去解答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这个现在是一个技术费门 或者说是一个社群的一个 是因为你们的一个输出 然后让这个我们这个67个人的或者68个人 所以开始四六八个会感受到我们这个读书会是有价值的 至少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可能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随着这个时间有可能大家也很忙 然后有个投入和这个阶段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可能是人嘛 都是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是打了鸡血一样对吧 激情平败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就慢慢的就淡了 所以这个群也不活跃了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有一部分责任肯定也是在于组织方 那就是在我这边 然后我这边去再思考或者反制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从整体上说还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去发问的人和提 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人 好吧 稍等一下 没有 不好意思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志愿者 然后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有一小段时间 应该有三个阶段的话 都是有志愿者 然后去帮助我这边去统计 大家的一个完成情况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努力的校对 就是消耗自己的时间嘛 也没有什么报酬 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收益 非常感谢你们 好 然后下面一部分就是我这边整理到的一些 就是我们透过读书会第一期的一些数据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价值吧 反正就可以看一看 说不定有点意思 可以反映一些情况 第一个的话就是专栏的购买数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是截止到 应该是今天凌晨吧 凌晨一点钟左右 大概是两万九千一百八十六个人购买 然后完成率呢 当然就是因为 大家就我没有拿到最后一次完成课程的这个数量 然后在之前我的统计就之前的话是两万八千多 然后我们或者说我按照我的那个完成的情况嘛 我是七月七号还是几号 我大概是一千三百六十六嘛 我当时的专栏的购买数是两万八千多 然后算下来大概就百分之四点九吧 所以我相信应该这个也不会变动很大 反正就大概就百分之五 完成率百分之五 就是说有两万九的人购买了专栏 但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反正你拿到这个结业证书的话 就百分之五 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大家可以想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读书会第一期的学 我们称为学员嘛 因为我们也是在学习的 统计完成的人数是 这33人这个数据有点问题 我改一下 应该是39个人 然后39除以67就等于百分之五十八 百分之五十八是什么概念呢 至少是官方的一个数量级嘛 我相信可能不是在一群人当中 这个完成率是最高的 但是我相信也是排名前几个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应该给大家鼓鼓掌 毕竟我们也很不容易 然后达到了这个超过百分 差一点超过六成 因为这里可能有一些人 他不是通过那个专栏上买的 所以这个有一些出入买 但是我都差别不到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有六位是 就没有购买专栏 通过其他的渠道去阅读的 然后有六个人 我其实是不推荐的 不推荐通过这种方式去阅读 特别是还这么好的一个专栏在情况下 好 然后整体的就百分之五 然后我们呢百分之五十八 一个数量级以上 这个非常非常棒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总结 然后有几点吧 就比较普实啊 我就就是一句话去概括我的一些总结 第一个就是好的方面吧 就是按照制定好的这种阅读计划 其实我之前也没有说 就可能会读会按照一定的节奏去读 但是没有说按照这种戏到每一天 或者每某一周 然后要读哪些内容的这样一个计划去读 所以呃从实践下来我觉得 至少他对于完成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我可以很好去执行我的这个数据阅读 因为我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的话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知道 我知道 哎我在今天或者我在这一周 应该要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那就相当于我任务是非常明确的吧 大家在做需求或者去做你工作 或者其他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的目标非常明确 对吧 那你肯定是能够做好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应该是特别对于有些时候 没有办法去控制好自己的 然后你去制定这个计划的话 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那阅读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阅读方面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以前是很少 应该说没有吧 就是有这么多人一起去读 就是在一起去读 而不是说可能大家都在读 而是说真的是在一起 从零开始 然后到某个时间结束这样子 然后在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 在大家去教的时候 会有思维上的一些激发和一些共鸣吧 就是一些学习的点啊 还有就是本身在这个过程中 在组织方面 或者在这个课程的实践这个方向 还有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小伙伴的一些总结的 不管是写笔记的方式 还是一些实践的方法上面的 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这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 给到我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可能的可能的尝试的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实战的课程 仅仅是通过阅读 或者是通过听 因为这个专门它是可以提供 就提供那个语音版嘛 但是仅仅实战肯定是不够的 特别是实战课程 所以一定要实演 一定要去做实演 因为做了的话你才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坑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你跟你的实际情况 怎么样可以结合起来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个人的话 我在这个第三部分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是做的不太好的 实践的话应该全部算下来实践可能也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几吧 就实践的不是很多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带着目的学习 一定是最高效的方式 这个是可以跟 就当你有目的地去学习 然后你再采用你的一个就制定好你的阅读计划 然后你再有一帮一起去阅读 然后你再根据你阅读的课程 然后去制定他应该有的一些思考 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一定是对你会有帮助的 下面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一个总结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定在凌晨 然后去看大家 因为一开始是说希望每个人都去发总结 但是我也并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发总结 所以我就去把你们的完成状态标记未完成 但是我希望是可以交流 特别是你们如果有的话 现在就是交流的时间 你们可以说说你们的总结 也可以是像我这样就几句话 也可以是你的你的总结 你没有写 然后你现在可以说的话也可以 好吧 贼先来 我们会控制一下时间 这个大概20分钟以内吧 有吗 有第一个人 没有吗 不可能 有人 我看有些人也写了 我来说一下 那我切一下那个 切一下到我的文化那个第一件 呃 可以 行吧 就是那个 接到你的总结是吧 可以看到吗 可以 OK 来吧 你开始了吗 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是第二季 第一是可能就非常快的过来 其中的合心那些东西 理解 这次的话就相当于我觉得可能每次读 你还要全一个特面去理解 然后这次我就从这个命连 因为这些都是实力 实力工作中可以让得到 所以这次怪了之后 我方便你现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患到这个病 直接去去用就好 然后第一点就是我之前 几个月之前 冰冰冰冰冰 就是现在遇到一些事故 最后也是通过这个 PURF的程序 就是这个公寓 然后找出来了那个 因为是在我读 这个段来之前我觉得我肯定是 不可能能去 这么快 至少是这么快 可能都找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至少喜欢了一个PURF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单机的性能的话 比以前多了很多这样的思路 我相信这里面讲的那些知识 还有说的一些工具 不管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面试中 都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点就是 之前读战的时候 可能 现在想着要怎么样把它背下来 你看那张图 就是 它会有性能和工具的对比 就是你要想一下 想要查什么性能 什么工具 然后还有工具 能查哪些性能 那张图 显然可能就是说 想把那张图背下来 但是你发现 你可能背了几次之后 发现 最后还是忘了 所以就很难 所以这是我觉得 大概看一下 你知道用的时候 再去查就好了 是的 是的 我感觉就这本书跟那个 就是尼蓬菲老师 他也推荐了一本书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也是一本 信念之编 对信念之编 那本书一样 就是一个 可以一样的东西 而且他这个就是 每一个都是一个案例 然后你遇到这个案例 然后你就按这边 然后去用 可能就也可以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 所以我觉得 对 我觉得就可能 嗯 着重理解吧 就是嗯 理解为主 你真正记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 那可能去记这个东西 也记不住 以前的话 可能就非得说要记住 其实我觉得读的过程 可能理解为主 把那个理解 你原理理解了 后面查的话 可能可以去记住 然后第四个 第四点就是说 呃 虽然很有用啊 就是列证栏里面 讲的各种 但是呃 实际中遇到的 呃 场景可能会 可能不是很多 呃 然后找线上 呃 现在8个的场景 是更多 就是你真的用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地方 还是在那个 找一些8个 之类的东西 这个我之前是遇到了 呃 有原因就是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呃 能跑就行了 这个 呃 很多人他 呃 并不是 并不会去 过分的关注这个信呢 能跑就行了 毕竟大家都在做业务 这个 我觉得绝大 绝大部分时间就是 能跑就行了 原来没有 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个信 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机器 就是呃 呃 现在 基本上不可能是单机的 不是机群 啊 机群 可能大家觉得现成不够 或者那个 呃 容量不够的时候 就 就去对机器就好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关注这个单机性能可能 呃 呃 并不是很多啊 只有在那个 我觉得非常呃 非常难忍受或者非常离谱的 的时候才可能会去看一下 这到底什么原因造成 但是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可能 呃 呃 不是太多人关注 这样的话 我觉得 呃 只要我们去 我们稍稍关注一点 我觉得我们就可能是 比较领先的 这么个状 就是 你总的有差异化 觉得 你说别人是差异化 差异化啊 新年优化 我觉得是 就是 因为我看到 赚蓝留言留言 可能说 啊 我是一个ID 我需要关注这些吗 就很多人他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可能说啊 可能 ID不需要 可能比如你是个运维 你可能需要关注这些 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去关注 我觉得可能就是和别人 呃 有差异化的 这些 啊 其实这个我就 可以额外说一点吗 就是 你虽然说是一个ID 或你是一个 是一个运维 但是如果你了解到 跟你相关联的 对吧 你ID 你肯定避免不了 要跟运维打交道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 那你去打交的时候 这个 不管是说成功 还是说你去考虑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你 会做得更好 那做得更好的 那你自己 本身要负责那件事 应该 大概率会比那些 反正就是 我只做我自己的 肯定会做得更好一些 对吧 至少感受上会更好一些 先说你比方我写的代码 我就是只能写到这个程度 没有关系 但是你跟人的一个沟通下来 大家对你的这个 你呃 就相处的话 也更好一点 那你去后续做事情啊 还是说其他的其实都会 有收益的吧 好 嗯 然后第五点 然后第五点 然后第五点就是 呃 吃完之后 呃 呃 不要去过分的去交 在探机的行为 嗯 因为 呃 你要过分的去说 把每一个地方都做成最优的 这个很难 而且也不太现实 很多时候 然后你只要去去换那个 呃 百分之二十的地方 可能就拿百分之八十的收益 这个那个那个经历 然后 而且现在都是 激情 呃 你过分去关注单机 可能 呃 所以不如直接去 把你系统设计的 可声说 这样来了更 呃 更容易 或者说更 我现在的这种一些 工作 所以 所以 我想去完这个之后 呃 我现在就跑到这个 呃 系统的整体架构设计上去 对 好 呃 非常感谢 邀前程的分享 好 我们 欢迎下一位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下一位有谁 时间有限啊 哈哈 你讲吗 你讲我来讲 嗯 那大家听得到吧 可以 呃 说说我的这个 第九周的这个总结吧 我最大的那个 呃 感受就是说呢 对这个性能分析 有个系统的框架 呃 这个课程的话 就 呃 就总结这个系统 分析的框架 总结的比较全面嘛 然后那个 基本原理的话 它也 啊 深入浅出 嗯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嗯 第二点呢 就是呢 然后呢 这一个课程里面 就学到了很多举例 有些 有些那些分析的工具的话 是之前都没有用到过的 呃 但是这些工具的话 又特别多 然后每个都熟悉 然后每个 那个命令 记起来也挺麻烦的 呃 但是我觉得呢 呃 就这课程里面也提到过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性能分析工具的话 我们要 呃 想到这个 某一项指标的话 我们要想到对应的那个 呃 那个 性能分析工具 然后 看到一个性能分析工具的话 就要 呃 了解到它可以 呃 分析哪些指标 呃 呃 呃 这个指标跟这个工具的话 我们要相互 呃相互联系起来 就看到对方 就想到另外一个 呃 呃 但厂线上的话可能就 相互比较多 嗯 呃 我们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工具可以用 所以说呢 我们实际中的话 我们可以 呃 就更多要考虑现有的那些可用的工具 嗯 就说要利用好现有的工具 嗯 好 呃 还有一个 就很大的一个 就 就说在这里的话 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说可以跟大家来讨论 呃 比如说那个微信群呢 那个总结 我觉得挺有价值的 就一个人看 还有跟 跟大家一块来学习 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 呃 主要是 大家一块来学习的话 就聚在一块学习这个课程的话 可以发散思维 可以 引申一些就 更多的一些问题出来 嗯 所以说呢 这个微信读书群里面的那个 呃 总结也挺有价值 好 ok 呃 好 谢谢啊 然后下一位 喂喂喂 有人讲吗 没人讲 我可以来讲一下 好 你来吧 好 都能听见是吧 呃 其实这两个月里 都能听见是吧 可以 喂 哦好 呃 其实这两个月以来我主要 呃 感悟最深的有三点 呃 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呃 就是 整个过程我是学下来了 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学的不多 呃 但是了解的很多 呃 包括整个linux 还有整个基础支持的都了解的很多 然后的话以后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呃 第二个呃 感受点就是 呃 他这个呃 这个课程帮我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 我可能以后就可以根据呃 有问题的话可以根据里面的一个大概念 然后去反向推 再去深究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这是我感觉对我工作还有多以后比较有用的一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从我们书友呃 呃 从微信的讨论里面学习到了很多呃 呃 有用的学习方法 还有呃 所有他们计笔记的方式的话 对我自己怎么去改进我自己的学习方式 还有一些计笔记的方式起到很大的作用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呃 预读 还有感谢一下啊 大佬的付出吧 好 谢谢 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 我觉得你的一些点的话还是应该对很多人是有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去去学习这个课程吗 就是那个不是说现在学的学到了就一定是你的对吧 但是你学了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手册 对 就我自己感受我以后可能还是需要去不断的程度去学这个过程的 我去杂音是我致命的吗 好好 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把这段留给下一位 特广播iah traits 如果 Khan 很快 喋五 岳大哥 可以 快 先吗 安 OK 现在怎么样 现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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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能听到吗 没问题 声音可以 你说吧 喂 能听到吗 可以 OK 我变主意 我这边就是我以前 这个专了我以前也看过一点 但是真的这次是第一次 就把他整个系统的看了一遍的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组织的 对 然后我这边的 跟总结 就是第一个就是 其实好多工具 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第一次见到之后 真的是有种 那个啊哈的感觉的 尤其是 尤其我觉得那个SAR那个命令 SAR是吧 对 那个我的总结 我贴到那个里面了 贴到那个微信群里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他那个对一个命令背后的原理是大概大概有了一些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课程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只是一个开始可能后面我觉得我们就是再往后的话就可能就是对性能分析更有一些更有一些就是思路了 对 还有一个的我通过这个课程的话就是就是基本上每个模块吧就大概大概总结了一下这个就是常用的一些命令之类的对 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通过这个课程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入手这个系统的性能分析这块的东西了 对 然后在我这边总结就 好 谢谢啊 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吧 然后你挣钱的话也是 我就可以实名说我这边提名然后挣钱最佳笔记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啊 就是在这个地址我发一下到这个 然后有大概也可以通过石墨文章去看就是他会把每个命令然后去通过这种解剖对吧 组成去解剖的一个方式去有一个递进式的一个分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然后我就不从这一点然后把时间留给下一位 然后还有四分钟 下一位谁 谁有那个 可以说可以 可以听到 我可以说两句吗 可以啊 对 首先感谢杨文提供这个机会跟平台就是大家一起来学这门课程 我觉得这个课程挺好的可能大家都会说是挺好的 然后前面那个分享者也说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课程学完了其实才只是个开始应该是这样说吧 对于我来说实际上这门课程最后一次我也没打卡 我也没学完 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像我说的 他我认为是要首先要学以致用 再一个就是说书非用不能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看是看了但是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只有只有慢慢的操作过程中你才会有更深的感悟 所以我的很多笔记说白了有时候看了看一下 但是样子好像就是跟那个原版的那个文字的做的做了一些总结和缩写的动作而已 感悟这一块实际上还是我发现这个里面其实认真的每一个点下去的话都是很花时间的比如说那个其中有一个小细节里面是讲catch的嘛对不对 然后catch这个东西我花时间去了解这个catch的话差不多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主要是有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首先是上网搜索嘛 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做CPU的 然后我就和做catch的人去聊嘛首先到底为什么要用catch catch它设计的大小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有什么要点和什么之类的 再就是比如说某些场景下我们某有些IC因为catch少了 然后的话某些算法跑不过去 那么是为什么是因为经验不足还是因为什么类似这样 所以说我说每一个点如果是说你要真正的去研究它还是要很花时间的 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说这门课看完了以后实际上应该还只是一个起点吧 这就是我的想法 还有一个提议比如说这上面的比如说我这上面的微信群和这上面相关的这些web上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持续的去更新它就是说不因为这门课程学完了大家就没有了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谢谢 OK好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我就提问你刚刚说那个持续的是指什么是不是哪一个要持续更新 持续的去更新和交流这个问题 因为对于性能优化这个是性能优化我相信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做了一点 他就会有一点更深的感悟在这里面 然后再更新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组织里面来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是吧 这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相互交流 对大家在一起一起学虽然说这个完全是靠就是自学 反正我们也是第一期的一个成员 所以大家也有这个连接 我相信也相当于就像你在读书一样 就像一个班级一样对吧 大家可以去针对这个去讨论的话也是有更多的连接的 但也不仅限于说一定是在我们第一期里面去讨论对吧 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社区 比方说再透过 都可以 好 时间到了 然后看大家还有没有最后一位 如果有的话就 谢谢 那我就这样 有吗 最后一位 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环节 有没有 没有了是吗 没有了我们就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部分就主要是我这边的一些反思或者一些总结吧 虽然说就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这两个月时间怎么说呢 客观的说确实也占用了我的一些时间 还有就是一些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些志愿者的一些时间嘛 但是虽然说是不容易对吧 我们就投入了这些时间 然后也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报酬 或没有什么太多的收益的 但是我们就说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投入了时间 但是我们做的怎么样 还是需要去反思的 那接下来就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谈一下 第一个就是读书会只要它是一个 一个形式它存在一种形式 那有它的规则的话 那一定是需要去不断的去改进的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呢 比方说我就可以举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确定确定的规则 确实还是要稳定一些完善一些会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一个周期性的吧 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一个小组的形式 那这个小组呢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比较短的 不是说很长对吧 你中间来个插班生对吧 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是很短的 我个人体验下来的 从组织的角度的话 也就是说确定好一个时间开始 那从这个开始的时间 就不再去接纳一些新的成员 就类似于插班生 为什么我就说 说一下我这边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为什么第一就是呃 有很多人就愿意愿意进来想进来 但是他对规则 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因为他也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启动会 然后对规则理解也不一样 包括现在可能有些人 他根本也不会看这个群的消息 然后也不会看我发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打了嘛 对 anyway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他会你说这样子 然后他反正也没看 然后到最终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相信肯定会存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但每个人都有去交纳这个押金 那我们可能从下到一开始 路路去去把这个押金退款给大家的时候 有一些人可能他会被扣钱了 那扣钱然后他可能就会来找你 就会说我这个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是各种方式嘛 也有可能是他的找的借口 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 就是我这边或者组委会这边 就是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然后就觉得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去建立一个规则 他不懂这个东西 他没有去看你这个东西 他只是觉得读书会挺好 我可以学习东西 反正其他东西就无所谓了 他根本也不会去看 我相信是有的 包括我们现在读书会里面都有的 好吧 然后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完善的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所以有一些东西 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再去添加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确实就回到第一点 规则其实应该是确定好了 就确定好了 不然的话你改动起来 可能有90%的人认为你这个改动挺好的 但是就是有1%或者0.1%的人 他觉得说你这样改不行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他会觉得说你这是一个组织 对吧 你收了钱感觉就怎么样怎么样 但其实对吧 大家也知道这其实不是钱 只是说一种方式 然后我通过我可能大家对我比较信任 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矜持而已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 对这是第一块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刚开始 然后也有说就是什么呢 就是组织者在这个日常运营投的时间 还就是本身的精力确实有限 基本上就就是业余的时间 以及就是可能在空闲的时间 然后会去跟一下大家 以及想一些可能称为运营的方式 然后去让大家去持续的学习 或者持续的去讨论 让我们这个小的一个社群 然后能够活跃 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 我肯定要去做做好它 但确实做的不够吧 特别是在中后期 本来原计划是每个阶段 会有一个小节的 但是因为周末这个时间 怎么说了 就是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 都是有些时候是没有调配好 导致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 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就是第二点 因为一开始是说了 每个阶段一定是有一个小节的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小节的话 我相信坚持下来 以及学的更好的话 应该是会更好一些的 好 然后第三个 就也是日常吧 日常问答引导不到位 但这个其实也是 也是需要靠精力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就比方说我去问了一个问题 那我大概率是希望得到一个回复的 不可能是我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没人回 那大家的感受肯定都是很糟糕的 因为我问的问题没有人回答 而且这个问题我认为 对吧大家都在学这个 应该是可以去讨论 或者说可以去解答了 但是没有人去引导 没有人去 因为大家都会 他没有owner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说哪一个owner 是需要去回答你的问题的 但是组织者是可以去引导的 如果是引导的好的话 其实是可以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正反馈的 就是第三点 好吧我也不再展开讲 然后第四个就是感触很深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有透过第二期吗 第二期其实是没有这个启动会 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第一期有没有第二期的 反正我觉得第二期是非常失败的 不管这上面所总结的 其实都做的不太好 而且又没有启动会 然后大家其实是相对比较闪的 到时候其实我会去跟他去想的问题 所以现在就加了这个 就是一定要有启动会 因为启动会 大家有一个建立的一个连接 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启动会 大家都去介绍了自己 然后认识了对方 就相当于你在学校里面一样 如果你只是线上学 我好像跟你一起来学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线下的吧 你是一个班的同学 见过面 聊过天 谈论 讨论过问题 我相信你们之间的关系 和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第四年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第五个就是每个阶段 一定要有这个实时的回馈小节 就刚刚也说了 就是我们应该一共是有四个阶段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阶段 只做了一个阶段 所以就做的不够好 好 然后下一个环节就是吐槽 吐槽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来 可以来 我计个时间 大概就十分钟吧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可以报名开始 有人吐槽了吗 建议也行 也不是说 希望也有建议 没有 没有 我看群里面有人说 Cubin杨说 扣的真不多 压心这么低 我倒是觉得这是那种有点太多 每一篇读完都太多可以深究了 确实是 因为Linux是整个IT的一个核心 对 石墨文档 你石墨文档写 写在哪里的 是 那我就念一下这个吧 第一个其实我刚刚也说了 然后笔记太浅显 应该调整每个人的输出难度 做试验自己的板子 这个是我之前写的 第五个这个是你写的是吧 是吧 我确认一下 是吗 好 那我就念一下 或者你自己念一下 可以吗 你方便吗 你方便的话 你自己给大家说一下 我不知道我用手机能不能听见 可以啊 可以听到 好的 就是 大概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 是这样 应该就是这种 每个人都应该调整一下输出难度 比如说像 像就是比如说这种CPU片吧 可能像刚才那个 那个人说的 他可能做CPU的 然后他可能输出的比较多 但是他到了catch这一片的话 他可能需要问一些同事 或者之前接触的很少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了 然后 那我到我这边的话 我可能是对网络这边相对来说 比较熟一点 但是在 在那个 也同样的也是内存片的时候 我花了真的大量的天赋 他的每个实验的话 我去做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 我的机器的可能性能比较好一点 没有办法复现 然后我就想办法 限制这种环境 然后比如说通过Docker 这种 Limited这种限制 然后就强调这种复原这种现象 然后复原的时候 我又不能照着 我可能 把Docker跑起来 但是我没看下面的文章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就开始尝试自己分析 然后就这种时间会越花越多 但是真的分析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 原来是这样 我是这样分析的 然后再看大佬的话 大佬是这样分析的 我觉得收获了很多 然后就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一种体系 就是想问题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看这篇文章 我收获的不是有多少多少条命令 我收获的是想问题的方式 而且在实验中我也觉得 是真正有用的 然后接下来说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差不多 就可能说这一章比较难 或者大高速的人感觉比较难 那老师就会调整一下进度 就是我大概想表达就是这一点 OK 谢谢分享 其他点就吧 刚刚就是有一个小伙伴说 感觉这个东西就像日报周报一样 然后我想到一个点 就是说 这个当然也是 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的一个方式 大家也可以去讨论 就是我这里提到了 就是打卡以输出指量 如何去选很难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是换一个比较优美的词 就是什么 我们到底是要完成 还是要完美 就打引号的 就类似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如果什么都想要 就感觉真的很难 我不知道你 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打卡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这个笔记 每周要输出这个笔记 那我们的这个完成率能有58%吗 但这个只是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结果嘛 但是这个结果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们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想的问题 当然肯定是想想要就是完美的对吧 每个人你只要你做 那你就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而不是说你只是说为了去完成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往往是 你根本就不怕没办法去完成 你也不可能完美 因为你不可能完美 因为你都没有开始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读书会打卡的 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就是这样 对能完成是第一步 我觉得我也比较认同这一点 就是如果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呢 那我一定是要先去完成的 除非我就本身就是想看一看 比方我想现在研究个东西 我就只是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你即便是你研究东西 不管是你的方法好还是不好 那你也得先开始 对不对 你一先开始的话 那你也是从简单开始 你也是投入 对全程这里说的也是说 20%的投入80%的收获 对 你必须要投入 可能就是看这么去理解吧 我理解就是很多时候 你可能投入了80% 但是你收获是20% 这个没有没有关系 因为有可能你在投入20%的时候 你收获的是80% 我相信前程应该说的是这个 这个意思 是吧 就不是说你投入百分之 要问 能够收获80% 说 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我提一个问题 可以啊 那个我请教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 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这样的 比如说哪个人提一个问题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像发一个论坛 哪样的那个链接样的 然后后面有人跟帖 这种机制有吗 因为在微信群里面 有时候 其实讨论一个问题 它没有延续性 你觉得这个 比如说哪个小伙伴提一个问题 那么后面的话 可能当时就不一定有人 但是后面如果是有类似链接 这种机制的话 后面你觉得回复上去 是不是会更好讨论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在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是试验过的 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话 我是试验过的 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期我们不是说 在TOLGO 相当于这个是个论坛吧 对吧 它其实是可以去问答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 现在其实也有问答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读书会这个专栏下面去做问答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一开始大家 我看大家没有什么反馈 没有说想要怎么做 所以就没有再去 我为什么其实是这样的想法 我为什么其实是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就像我说的 如果是说 这个像性能优化这种东西是持续的 比如说我哪天做到了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我对哪些东西会 可能会比较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就会发上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以 可以啊 但是想到 然后就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 就是你也可以 现在你就可以发起 这样在这个 我打开这个链接 你可以看到吗 我在手机上 我看得到 我现在看得到 对我现在是共享的 就是在这里 透个个读书会 就是如果是读书会很强相关的 比方说就是这个 你那个是专栏的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提 你也可以在这个QA里面提 我觉得是QA里面提 会更好吗 就是这是所有的 对对对对 这个可能会更更更更 看得到更 明昔一点 对啊 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邀请你 然后去提一些问题 然后可以引导大家去 去在这上面去回答嘛 比方说我刚刚也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提问对吧 这个在哪里有这个 购物机身的一些设计文档啊 对吧 然后 这里提问 然后我这边 我自己做的是demo嘛 也是 还是有架子的一个demo 就是他有怎么样回答 那我们一时内推嘛 你也可以去 还可以回复对吧 让我又去回复他 了解 去讨论就这样 就我觉得是有有这个机制的话 他是可以 就是说这个话题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是 对不对 就是这个是可以的 你说我可能没有去引导吧 这个就是 OK 有这个有这个就很好 就是大家可以说 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就是读完了 只是他的开始而已 OK我没问题了 好 非常快 还有人补充吧 时间又到了 时间很快啊 超级时间到了 好 还有 还有人吗 我看孙晨说的是 觉得每个阶段总结 要调整进度 但这样压力 除此就很大 是 不知道微信里投票是否可以 投票是什么意思 非常可以补充一下吧 就这种调整进度吗 可能会有些人同意 有些人不同意吗 就比如说我觉得 昨天那种投票 大家选时间 选那种总结的时间 我觉得这种 可能这种形式 就是是我 目前觉得比较好的 但是我也没什么 特别明确的方法 就是大概提一提 是 就是如果要做好的话 我觉得你其实这件事 肯定要做的 就是每个阶段 根据当前大家完成的一个情况 然后去做调整 以及再去 就这些我们大家 比方在公司工作当中 遇到问题 每个阶段要去想解决方案一样 就是你不可能说OK 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 然后两个月后结束 然后我们两个月之后 然后再来看一个结果 中间什么都不用管 那肯定是不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 会分阶段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只是说确实 这里我在更开始总结的时候 也有提到就是 本来是每个阶段要去 要去总结的 但是我没有去做 就是做的不够了 就至少每个阶段的小结 应该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去交流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参与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愿意参与的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今天也有现在十九个人 现在十九个人 好 这个吐槽环节还有吗 或者建议的环节 还有人补充吗 没有我们就继续了 好 下一个环节 比较轻松 但是也比较刺激激烈 就是奖 从今天我的一个统计来说 就是我们的奖金时期现在是1200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吗 那个明细在那个什么文档上面都有 就是扣 你有没有扣钱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后面看得到 在这个每个阶段笔记完成情况 对吧 这里脚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交了100 然后扣 这里扣出费用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为什么扣 那你就去看这个打叉的 我们的规则从一开始的规则就是 每个阶段会扣一次钱 然后我们是四个阶段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数据我们也讨计 然后我印象当中的话 就是扣100的有一个人 扣75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75的6个人 100的一个人 50的有7个人 25的有12个人 没有扣的 但是这里还有其他的点 这里是个41是不准的 好 大家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下一个 对这个之前也说了 就是最佳笔记奖 200块钱 大家如果对这个奖的奖金 或者这个奖有问题的 也可以提出来 对 这个当然以前也发过 然后第二个奖的话 就是对外分享的嘉宾奖 最多5个 因为他都是这个专栏嘛 就是相关的 但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然后最多5个 就是选5个 然后这个 不多 100块 因为这个怎么说 为什么是100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 你去分享的话 也有这个奖励 也有这个奖励 这个是我们这个 读书会 第一期的成员 给你的奖励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学这个东西 然后又分享 又是从这个 这一期的内容的角度去分享的 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 参与过的人 他帮助是更大的 所以我也愿意把我的奖金 拿出来给你去 当做一个回报 那为什么他不是很多呢 是因为 你本身对外分享 第一个 对你的帮助 你分享的 演讲的准备啊 还有就是 分享有更多的受众 也是你的一个 一份收益 对吧 然后 第三个奖就是 我们把第一个奖和第二个奖 的奖金分完了之后 剩下的 就是所有人评分 这是最 最开始说的 最开始说的一个奖励方式 但是呢 我也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奖 就是说你说 反正就是三 几十块钱嘛 我这里好像没写是吧 我应该 我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写 嗯 就不多 在哪里 稍等一下 三十 对这里 我这里算了一下 就 如果最少的话 就三十一块钱 平均分 嗯 因为要达了标才有嘛 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分得到啊 还有就是最多的话 就是五十六块钱 对 然后从我组委组织的角度就是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 用这个奖金觉得啊 OK啦 你可以捐赠出来 OK没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办后续的 办后续的 就也可以给这个奖金池做一个原始基金啊 大概是这样子 好我们从第一个环节开始吧 最佳笔记 呃 从我们这个 备选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什么文的啊 就是这个最优秀的书有候选人 这个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建 然后你也可以推荐 好吧 有几个是我推荐的 然后 我这里 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漏的 就标了那个新的我都立到这里了 第一个你挣钱 第二个 劳贤诚 第三个 张师傅 第四个 Yin King Star 第五个 我 杨文 第六个 成绩 有没有疑问或者是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调 就投这里的一二三四五六 存存人工来投吧 就很很简单 在这个chat里面输入你的这个要投给谁 我们现在这里是 十九个人 所以这里一共就十九票 好吧 好吧 开始投大家开始投 我开始投 我投你认钱 好 有投票给老权诚 老权诚两票 你挣钱两票 就是你们投票 你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他笔记好在哪里 要不要看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在那个什么文章看 我就尊重大家这个选择 就我担心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你就随便投 还是要慎重一点 好2比2 李挣钱和老权诚2比2 四个 然后我们四九个 还有四五个好 好3比2 3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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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投 好3一票 好1再加一票四票 投 投别作者也可以投啊 就是这里面有人 有的人也投啊 你觉得谁可以 你也可以投给自己啊 没有关系啊 我希望的是我们这里参与的人 19个人我们都保证这个总票数是19吧 哦 再加两位 好再加一位 是 还有九个人 对你们可以先去 这候选的人在这里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他 是什么 为什么他最佳比 想投给他 还有什么亮点 还有八位 还有八位小伙伴 速度呗 速度速度 加了三个 谁 加了三个 现在是十四 还有五个人 就是应该结果没有没有变了 但是总票数可以 完成力可以 加一下 我们现在是十六个人 现在是投了十五票 还有四票 还有四票 是不是要你们要弃权吗 最后一分钟 这四位小伙伴投 最后一分钟了 可以赶紧投一下 你可以投给自己 提名的是按照那个什么文档上面来提的 如果你开始没有提 所以没有列在这里 所以很抱歉 没有列在这里 但是你现在也可以投给自己 没有关系 还有三四秒 还要不要投啊 没投的是哪四个 你可以说你是不是弃权 你可以打个续权呗 不然我们现在在这里等了 十五 好 结束吧 就是 这是结果 好 ok 非常感谢 挣钱 然后是第二个 对外分享嘉宾 恭喜李振钱 先恭喜一下李振钱同学 我觉得实至名归吧 因为他 从输出的这个程度来看的话 是他的那个图画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可能游戏小伙伴是自己在整理 但是可能没有输出出来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投票 所以非常抱歉 好 下一个话题就是 注意要分享嘉宾 我这边是提名 之前是提名的李振钱 还有没有致建 或者是要推荐的 随行 随行要不要来分享 全程要不要来来一下分享 还有谁 刚刚 Albert Kevin John LYT 刘芬涛 可以 可以自建一下 虽然钱不多 但也 也还是大家的一份心意 是吧 可以给自己定个目标嘛 特别是你工作跟这个相关的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希望可以 智琳 江文明 吴宇浩 伊肖 杨东 艾森 C街 都不那个吗 还有个 朱苏 朱苑 是吧 智琳 好 我们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多 如果没有人 愿意的话 也不勉强 反正这样的话 留下的奖金就更多 就这里 就只有你挣钱 然后 因为这是我提名的 所以我之前也跟李正前去沟通过 他觉得也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是大家如果 如果有意义的话可以提出来 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19个人当中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李正前 就OK 什么意思啊 Albert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懂 你现在还在上一个环节吗 上一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是第二个环节 对外分享嘉宾 好 那我就输出到群里面了啊 对外分享嘉宾 也是我们的李正前同学 好 好 那结果就是 你挣钱 获得 300元奖金 有没有 意义的 没有意义我们就继续 好 300剩余奖金的话 就是 900 应该没算错 应该是17个人吧 900 除以17 每个人就分 这么多 我看一下这里是不是17个人 别待会儿 翻车了 这个好 对47个人 没问题 快要结束了 哎 哎 就是这个 均分的 如果愿意的话 你愿意把这个捐 捐赠出来的话 可以 跟我私聊 剩余奖金900元 均分 均分 人 数 为17人 来 来 来来 52.9 这个 52.95吧 我贪污0.04 好吧 我现在打字 再输出这个内容 大家如果有意义的话 也可以在chat里面说 然后也可以私自咬我 然后也可以直接语音说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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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谢谢大家 好 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吧 所以就 我默认大家都觉得OK 然后就是下一个 继续下一期吗 大家可以填一下问件 就是咱们这一期 你对一个感受的一些 背头调一下 看一看 11点半 马上到11点半了 所以我们这个就 即将结束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哦我在这里我顺便再还要再补一件就是最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张师傅在群里面就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还是非常的积极 然后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他 可能今天他没有来 好大家如果填完问题调查的话都可以下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私聊我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建议的话也都可以找我 如果想要下一期或者你觉得你推荐什么作为下一期的话也OK 如果是想对这个Linux性能优化实战的升级的一个下一期 也可以去跟我交流探讨我们一起去想办法去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收益 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微信群讨论这种是可以去积累或者说延续 也欢迎大家去那个talkgo上面去提你的问题 然后去领导大家去讨论 就像大家刚刚有人提到的就像slag的一个shade一样 但是因为在微信里面他不支持这样的功能 所以没有办法在微信里面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不可能全人工的去 你回复了谁的谁 然后谁又回复你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整合成一个像shade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去看 本身微信上就不容易去积累内容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 好 行 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在座的每一个人 谢谢我们投稿组织会第一期的所有六四八位成员 包括我自己对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 希望我们会有下一期 我们在下一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支持 辛苦 确实辛苦 时间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下一期是一个问题 不一定有时间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还是像这一期这样一个程度的话 我认为是不太够的 就包括对我自己来说 还是说对于我参与我们这个读书会的人来说 是不够的 虽然说我没有收钱 但是押金的话也是钱 对吧 这个如果没有达到预期 我觉得 我觉得何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何必要让大家去掏钱这件事情呢 对吧 何必要有这个什么奖金之类的东西呢 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 他没有价值 如果没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 现在还有人还没下线 大家可以退啊 我就等着大家退完 我就结束了 如果现在想聊就开语音聊 可以聊一下 如果不聊的话就下线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相信一定会有下线 大家愿意拿 OK 挺好啊 看到一个正反馈 第一个正反馈啊 虽然还非常感谢 确实是需要正反馈的 没有正反馈 我觉得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真的有价值 他会有正反馈 如果就一般般 对吧 大家也不好说不好 也不好说很好 那就说明不好 当然就是我自己的角度 我肯定会去想怎么样做得更好 然后如果想通了 想好了 或者说 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 有畸形了 特别特别想 想去做了 肯定还是会做的 是 反正是需要各位的支持吧 因为做一件事情 没有人支持 你一个人肯定 你再笃定的话 你也做不下去 对吧 就我的观点吗 我觉得 你看这次不是有总结吗 就每次改 或者提高一到两点就OK了 你不能说每次都很完美吗 然后包括任何一个完美东西 都是打磨一二十年才打磨出来的 对吗 我们可以总结前人经验 然后下次 改进一两点吗 就OK了 没有太多 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然后什么 没有反馈 就越等越不好 我觉得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种网络环境 大家可能 或者做技术的 大家都有点闷 就向来都特别爱说话的 对吧 是 消极的 就像有些人那种写PPT 我就看那种 峰会吗 这种写PPT 或者说写技术文档 非常好 但是一上台去演讲 然后就懵了 就是这种 是 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做很消极 就是 其实是 正反馈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点 其实有你这一句话 我觉得就肯定是 会有下一期的 只是说什么时候 然后做什么 而已 因为是 是这样 就是有些做 会有 真正做到最好 是需要大家一起的 因为你就像 比方说我们读书会 它是一个组嘛 不是说 肯定的 我和你 对吧 是从第一期 然后一直得下去的 那所以这是一个 不断迭代的过程 在迭代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 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到底要不要去解决 或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问题是 这个 肯定要去考量的 那我也希望是 慢慢的可以把它 真正做好 就做到说 大家都愿意来 是吧 可能一开始说 大家都天天都在问 什么时候下一期 什么时候下一期 其他的 我宁愿是 跟着这个读 然后我也想要 去参与这个东西 那可能就是说 你做得好 现在肯定是 才第一期 路还长 肯定会有下一期 我确定下一期 是做什么 可能是 透个 透露一下 可能是 CSAPP 或者是 DDI 或者是 什么 或者是 跟技术不是很相关的 比方说 数学之美 之前不是有个投票吗 大概你会从这 选一个 这个 除了投票 就刚才你说的这种 就是 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 以什么形式的话 我觉得 刚才 之前说的 你就 QA里面 发一个链接 然后丢到微信群里面 或者丢到微信群里面 公告里面 让大家 抽空 或者有空 或者谁有想法的时候 慢慢往上补吗 我现在就发一个 我应该这个方式 因为今天的确可能有些人是有事忙忙周末都要陪孩子之类的 来不了 说的对 我现在发一个 有什么也继续说 我就先发的 我目前想到你就这么多 你发吧 你发完之后 我有空了 或者我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我就去上面回复一下 我现在到点了 你休息了 该吃饭了 就这样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